啊啊啊啊 離開前公司的知名製作人小島秀夫 首款獨立製作作品《死亡之伴》 在這次 PSX 活動中再度釋出新情報 一口氣奪走所有玩家們的目光 在預告片的開頭出現了有點眼熟的人 欸 這不是環太平洋的導演極樂魔戴脫羅嗎 他抱著像是百米的高科技御音艙 這難道就是未來的主角嗎 影片的最後更有驚人的爆點 沒想到影集《漢尼拔》的主角麥斯米克森也參與演出 真的是太令人吃驚了 小島秀夫表示 這款遊戲將會有許多動作元素 玩起來也會跟以往的遊戲有極大的差別 他也希望玩家們可以從這次的影片中 找出一些隱藏訊息 像是充滿死亡的海岸 二戰時期的軍隊 奇怪的觸手 上山的海平面 肚皮被縫起來的玩偶 這些究竟代表了什麼意思呢 就等玩家們深入挖掘囉